封戰神封戰神 請說您與閻君即將洗劫連禮 這件事是否屬實 各位今日之宴 的確是我家小姐與閻君的婚宴 我家小姐雖未曾與閻君謀面 但二人早已來往收信多年 今日便在整個情中 所有人的見證下洗劫良人 爺爺 您找我 秦牧那小子拜託我的事又沒目了 你去把他叫來 老頭子我要跟他叙叙救 是 爺爺 閻君大人 您怎麼能做這種工作 您忘了 您可是我們大夏第一位百將之首 曾經帶領我們西晋兩萬里 鐵梯撞紅甲 一舉歼命敵寇的首席指揮官 還請您跟我回去 您就把我給您安排的工作做好就行 別管我 別打擾我工作 顏君大人 你先回去吧 這五年我虧欠了九哥太多 如今我回來 只想好好跟他過日子 說您執意如此 屬下也不多勸了 這是您吩咐屬下帶來的 五轉精靈丹 只此一例 應該能撤好夫人一長年奔波而落下的案情 另外 龍弟已經按照您的吩咐 封夫人為青州截堵使 封鎮國喉 壽風大典將在三日後舉辦 至於這壽賢之人 還請您提供 不用別人 我親自為九哥壽賢 你先回去準備一下吧 顏君您有所不知 龍主為了體恤您和夫人 已經提前把您回歸的消息告訴了鳳家 而鳳家也照告全程 為您和夫人備好了婚宴 我修羅殿使者 稍後也會前往婚宴現場為您祝賀 原本是為了九哥的安全 這幾天才隐瞞了自己的身份 沒想到 他早就猜出來了 婚宴天生聰慧 再加上您又對其多家照顧 所以想猜不出動呢 婚宴在哪兒 顏君看看樓下延君 你們到時候會安排 能為顏君做事 下三生有心 遇了顏君 蘭嘉蘭月兒啟動了顏君令 據說是查到了當年之時的一些線索 走 你讓他來婚宴現場找我吧 知道了 時間恐怕是來不及了 我說他不一 月兒冒犯不給他了 是 顏君 小姐 剛剛傳來消息 顏君讓你親自進見 顏君在哪兒 青州 未基 去青州 是 我 我已經進行脫離了 終於可以完成了 歡迎各位前來參加我你們鳳酒歌 與修羅殿之主顏君的婚宴 我 我 走 平西域破王庭 風狼拒絮定四海 真是生女當如鳳酒歌呀 誰說不是呢 而今他鳳酒歌又得顏君青睞 鳳家崛起 時日可待呀 可我怎麼聽說 五年前鳳酒歌便招了一個上門女婿 好像 叫什麼勤務 豬口 我家瞭解的事 其實兒子能夠議論的 不說 無妨 我今天就是想告訴大家 關於我已婚的傳聞 都是真的 姐 你幹什麼 就是舅哥 你跟那個廢物秦牧 根本沒有夫妻之時 千萬別胡說 這是秦牧應得的名分 畢竟我與他夫妻一場 行了行了 別提那個失蹤五年的晦氣東西 一會兒啊 就聽媽的當著大家的面 把他修了 你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嫁給你去 小姐人來了 還愣著幹什麼 還沒給你老姐夫請進來 恭喜延均入場 老婆我回來了 你怎麼 秦牧 你好大的膽子 敢來大鬧嚴峻的婚禮 一鳴 你是誤會了 誤會 你失蹤這五年對我姐不聞不問 好巧不巧 我姐剛悔 你這馬人 你說這是誤會 我看 是你這廢物 你覺得我姐現在通知名就了 原來賴給我姐吃轉飯 秦牧 我還是勸你收起你點小心 我家九哥現在可是 古約一方的信譽戰神 只能是你一個失蹤五年的廢物 要廢得上的 簽了吧 對你我多好 請吧 你要跟我們 秦牧 正所謂龍骨與蛇居 古不犯犬行 我家小姐當初讓你入贅 只是因為一直分約 現在我家小姐既有王侯之位 又得閻君青睞 而你自始至終都只不過是一個廢物 根本就配不上我家小姐 趕緊簽了自滾 並向我家小姐和閻君的感情 閻君 以你這等廢物的眼力之二 怕是不知道閻君有多厲害吧 我告訴你 閻君統一四方 鄰家於萬國之上 成就無上之尊 我家小姐如今被閻君看中 那便是萬人之上的九天之皇 你敢和閻君搶女人 怕是你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你們知道真正的閻君是誰嗎 秦末 作為丈夫 你對我不管不問消失了五年 作為男人 你這五年毫無見屬 而無 馬上就要成為萬人仰慕的鄭國鴻 如今我們早已不是一個世界女 與你離婚嫁個閻君是我的決定 這樣對你我都好 九哥 其實我真的 少在這死皮賴臉 媽 畢竟 好了 永遠說我幫你說 諸位 今天我家九哥 就當著在場英雄權貴的面宣布 從今日往後 他與秦末 再有半個瓜哥 我鳳家 再次羞辱 原來我這幾年都是一厢情願 秦末 你別不要臉 且不說我女兒現在是閻君的被婚妻 單是鎮守一方 被閻君侍封為青州捷渡使 和鄭國猴這兩點 便是你拍馬 也遙不可及的存在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青州捷渡使鄭國猴 都是我吃風給他的 笑話 我家小姐的身份和地位 那是靠著在戰場上拼命得來的 跟你這個廢物沒有半分關系 吹牛也不打草口 跟你有關系 你咋不說你就是閻君呢 真不知道當初老爺子是發了什麼火 非得讓我姐嫁給你這個廢物 但是如今我姐就是修了你 而不是懲罰你 這也是對你最大的恩賜 還不趕緊過來跪下磕頭蟹 讓我跪下 我鳳家就是如此汪文覆義的嗎 放棄 你可知道 在你面前她可是閻君的未婚妻 是全天下最尊貴的女人 你能給我解下 你是那八輩子修來的福分 不知所謂的東西 你這種人只配仗在這個世界的最底層 一半 這五年是我欠你的 今日 一併還清 這是能治療你傷勢的丹藥 拿去 小姐 您的傷勢可是只有九轉清零丹才能治療 您可千萬別亂吃這種廢物的藥 誰知道他能什麼戲 你 你什麼你 就算是給小姐送藥 你這種廢物都排不上號 排上 封戰神 這是閻君煉製九轉清零丹之時殘餘的藥渣 藥渣 封戰神 這雖然只是藥渣 但已是西式珍寶 畢竟只有閻君才能煉製此物 我打聽過了 功效能有三分 想必能幫到封戰神 屈曲一個有章 你還好意思拿出來炫耀 住口 小姐 九轉清零丹乃天地絕寶 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 即便藥渣只有三分功效 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絕世珍寶 韩少 你當真願意將此物贈予我 自然 封戰神為國為民 乃是我大夏之幸 若是這藥渣能夠幫到封戰神一二 那便是我韩某的榮幸 聽到了嗎 廢物 我家小姐都說了 這東西也是絕世珍寶 誰給你的膽子 竟敢口出狂言 是啊 居然敢瞧不起閻君的藥渣 這不是看不起閻君嗎 真不知道是誰給他的底欠 這奇墨 估計是自己送的東西拿不出手 早被氣壞了 竟然說出這麼可笑的話 沒辦法差距擺在這裡 有些人哪 怕是一輩子都沒機會接觸到九百七零三藥渣 這種絕世珍寶 秦牟 看到了嗎 你我之間的差距便已是天譴 更何況 你跟閻君呢 哈哈哈哈 哎呀 這人哪 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你拿藥渣送給他 自豪 你走個屁 這是從閻君手裡流出來的知名 其實尋常藥渣總能比你的 舉他廢話作甚 這個廢物 連這等藥渣都沒資格接觸 又如何能夠知道這藥渣何其珍貴 曲曲一個藥渣 珍貴到哪去 我看分明是你有也無助 給自己找理由吧 秦牟 如果你想靠詆毀我的手段 來彰顯你的存在 嘿嘿 那可真是太幼稚了 秦牟 快給我住口 九轉清零丹乃世間真品 即便藥渣也做天假 你什麼都不懂不要說了 是吧 那如果我說我有真正的九轉清零丹呢 九轉清零丹 我確實沒有資格接觸那等藥渣 垃圾 你 你這個廢物 竟敢羞辱我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就憑 連被我吸入的資格都沒有 嘿 啊 秦牟 知道了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找到的這枚丹藥 但你的心未必做點太假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姐 你不妨想想 他秦牟竟然有了九轉清零丹 為何之前不拿出來 卻偏偏要等到韓少的藥渣拿出來之後 方才顯露 原因很簡 因為他這個東西是假的 假的 你也瞎 竟然說我這東西是假的 眾所留知 九轉清零丹 僅死亦 三年前早就被閻君使 告訴你 這不是假的是什麼 對呀 三年前閻君復商 農竹以舉國之列 搜集天下珍堡來煉製此丹 眾人皆知 你這東西 又如何是真的 沒錯 這東西不光是假的 我看搞不好呀 還什麼有毒之物 幸虧一名脾氣 若是讓九哥服下 指不定會出什麼事 三年前我放出去復商的消息 那只不過是為了迷惑敵寇 放出去的幼兒 我說了 我這個單要是真的 說的你好像真是閻君一樣 那我就再說一件天下皆知的消息 閻君是以鬼王面具具世聞名 你說你是閻君 你的鬼王面具呢 拿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呢 鬼王之面出壁見喜 你還真不配見 如果說這話 你還會說什麼 拿著一個假貨在我面前囂張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看看 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秦莫 你真是太讓我失望了 欠不欠有你 這是我最後一次夢 秦莫 你是要在這兒骨惑風戰神 若是風戰神 因為吃了你這假藥 而發生不測的話 你有十條命都不夠賠的 這種三無產品 給狗狗都不吃 還看坑海我家小姐 這是給九哥救命的東西 你瘋了不成 我看是你瘋了 你個假貨也好意思說這是真的 你真以為所有人都是白癡嗎 你這個混蛋 我鳳家 到底哪對不起你了 你要如此魔害於我家九哥 姐 你要我說 現在應該把他廢物趕出去 他都想要害你 還牛著他幹什麼 你跟我沒有 沒有 沒有會拿這種假貨出來 讓我們家小姐吃 你當真以為所有人都是傻子嗎 這就是真的九轉清零丹 可笑 且不說這三年來 閻君是否有戀製過新的九感清零丹 縱然是戀製了 那閻君 為何不親自過來 送予他的未婚妻 反而派你這個廢物過來 停停停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你是不是又要告訴我們 你就是閻君 你要真是閻君 就拿出鬼王面具來呀 說那麼多廢話幹嘛 就是什麼都拿不出來 還想證明自己的身 無事情 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可能面具還沒有碰到好吧 不然的話 還指不定那一對面具來騙婚了 既然你沒有看 這看夠 閻君尋找到 閻君罰指 凤酒歌聽風 琉璃陣神 鳳酒歌 鎮首席 拍拓江湖 還當勢木蘭 閻君將於兩日後 在典降臺 赤風鳳酒歌 為鎮國虎 並於婚約之時 賞萬金 賜 九轉清零丹 鳳陣神 這是赤風招夫 請您收 若歇 舍舍 誰給你的膽子 竟然敢才會九轉清零丹 你們知道不知道 這是連閻君自己都捨不得用的救命之物 好一個瘋狂 好一個鳳酒歌 竟然敢摧毀閻君丹藥 難道你們想死不成 舍舍 這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這丹藥是在三年前就 那不過是閻君拋出的誘兒 身為西域戰神 難道連兵不厭殺的道理都不懂嗎 其天提起 竟被你瘋一下 如此毀壞 你們都不等著 定會向閻君主持會報 我早就跟你們說過這是真的 你們不相信 施者大人 這丹藥是這廢物送過來的 就算毀壞也是他的罪貨 跟我們沒關係啊 是啊施者大人 是他偷了閻君的彈藥 要治罪就治他的罪好了 你好大的膽子 竟然敢欺取閻君之寶 你想死不成 念在你戶主心切的份兒上 這次我不怪 下次再敢這麼跟我說話 我找不了你 秦莫 你好大的膽子 偷了閻君之寶 我說 此時竟然還敢威脅閻君實質大人 當真是想死不成 實質大人 就是這個騙子騙了我們家小姐 所以我才會在無意間 做飯吃藏至寶 否則 否則就是給我一百個膽子 我也不堪跟嚴君作罪啊 天 我早就跟你們說過 這是真的九轉清零丹 是你們沒有當回事 我怎麼騙了 啊 你 你胡說 秦莫 此事明明就是你的責任 你竟還想將這種罪責 推脫到楚楚小姐頭上 你當真是居心莫特 對 這大人就是這個小子 我僅竊取的閻君志寶 更是企圖離間 凤家與閻君大人的關係 這種想法 你留不得 秦莫 你還要演到什麼時候 我家九哥 他想要嫁與閻君 有什麼錯 就非得治他 於不義你才甘心嗎 凤小哥 你是這麼想的嗎 秦莫 你明明知道這是真的九轉清零丹 為什麼不阻止楚楚 難道你這麼想看著我死嗎 我沒有阻止 我想看你死 九哥 我在你心裡面 就是這樣一個人了 廢物東西 還敢狡辯 施者大人 秦莫此舉 讓凤小姐替內毒素無法解除 此等罪行 無益於那些叛賊啊 夠了 秦莫是嗎 束手就行 跟我回修羅殿 若你當真無辜 我自當還你清白 若你難得有半句虛言 我說了 我真是閻君 秦莫 你還要裝到什麼時候 你這種廢物 我怎麼可能是閻君 這個時候還敢冒充嚴君 看你就是嫌不你嘗了 沒錯 就你這種廢物要是閻君 那我就給你跪下磕頭 和你贊成爺爺 蘭家蘭月兒 邪閻君令 外界閻君大人 蘭小姐 你怎麼來了 你一個下人 也配這麼跟我說話 你 這有眼無珠之人 有何不同 你什麼你 就你這樣的 也配得上戰神承 還真是夠蠢 蘭月兒 閉嘴 你也一樣 有眼無珠的蠢貨 蘭月兒 既你是蘭老將軍的孫女 但今日我代表的是閻君 你敢打我 是不把閻君放在眼裡嗎 就你 也配代表閻君 見閻君令 逐見閻君親臨 孩兒等 還不跪下叩拜 明明今日是我和閻君的訂婚宴 為何閻君迟迟不出現 這閻君令 又為何會在蘭月兒手中 難道 秦牧你好大的膽子 見閻君令如今閻君 你為何還不跪下 我為何要跪 想死你 你拉住我 趕緊跪下 蘭小姐 這廢物絲毫不把閻君放在眼裡 請你代表閻君責罰他呀 說你們有眼無珠 簡直就是高看女 你們可知他才是 蘭小姐 蘭小姐 這秦牧分明就是惹賊 你為何要偏向於他 這個廢物 不光偷了閻君的丹藥 見閻君令還不下跪 等黃瑜 不把閻君放在眼裡 你快殺了他呀 這天底下 誰能從閻君的手裡偷東西 答不出來 好 那我再問你 這九轉清靈丹 乃是世間真 僅此一門 閻君會隨隨便便交給一個 你們口中的廢物嗎 所以 你今日來就是為了羞辱我的 羞辱我 你錯了 我今日來 是來找秦先生的 找他 沒錯 比鳳九哥自視心底天高 敢拒絕秦先生 但你根本就不知道 放棄他意味著什麼 秦先生舉世無雙 你不嫁 我嫁 秦先生 我們早 鳳九哥 這五年來我從沒有後悔 其實你拒絕了我能理解 終有一天 後悔 錯過的不是我 而是你心心地點 滔天如硬 求閻君莫怪 方才 月兒只是看不慣 鳳家那群人的所作所為 走吧 去見見你爺爺 是 好一個風騎 竟敢戲耍本師者 若非藍小姐及時趕到 我都差點著了你們的道 今日之事 我記下了 看 哎 楚楚 真的是我錯了嗎 秦牧剛才所言 又是什麼意思 小姐這還不夠清楚嗎 他當了蘭月兒的小白臉 蘭月兒 照著蘭老將軍的身份 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了閻君令 幫他羞辱你呢 事已至此 再計較這些也沒有什麼意義 只希望兩日之後的受風大典 不要受到影響變好 昨天你毀了閻君的丹藥 倒是 你自己去求閻君原諒吧 幾年不見 你都已經成閻君了 厚生可畏 厚生可畏啊 是啊 上次一別已有五年 多謝老將軍當年治愈之 不說這些 坐 上次 你拜託我調查的事情 已經有了消息 據悉 你母親的失蹤和一枚玉佩有關 玉佩 沒錯 此語名為 九龍求牛羽 我能查到的也只有這些了 至於其他的信息 似乎 被一隻大手給全部遮掩了 我也是有心無力呀 吳恩 有這個線索就足夠了 到時候我會派其他人查一查此事 也好 家主 龍帝求見 進來吧 拜見閻君 上午之事 我以悉數知曉 您放心 我立刻撤回 對鳳家的所有風聲 不必 一切如常吧 可那鳳家竟敢 這青年我不在大廈 也不在他身邊 他怨我我不怪他 明白了 你現在就去通知他們 一切如常吧 也含了將士們的心 明白 對了 閻君 您的住所 以我紅旗安置妥當 就在雲頂天宮 紅旗也會在門口等您 明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老將軍 不行了 我趕兒再來拜訪 好 爺爺 這 閻君 乃是重情之人 只可惜 他的未婚妻 是薄情寡意之徒 月兒啊 如果有機會 不能錯過 明白嗎 哎呀 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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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君和九哥的訂婚宴 結果閻君沒出息 反倒是秦牧那個廢物 搞了一堆亂子 還害得閻君的使者 寄恨於我們 搞得我們鳳家現在 這麼被動 氣死我了 氣死我了 哎呀媽 能不能別轉了 不是讓楚楚去打聽消息了嗎 估計要不了多久 就會有消息了 哎呀 你們兩個不操心 我操心 查到了 查到了 怎麼樣 你快說呀 北域 北域紅旗離開 如今北域動亂 修羅殿派人前往鎮壓了 估計閻君就在這群人中 所以才沒來的 消息準確嗎 龍弟到 見過龍君大人 參見龍弟 閻君今日有事 訂婚的事 還請風戰神再等一等 不過赤峰之事 一切招救 受風之日 閻君會親臨 為你封侯 龍弟 龍弟大人 你等等啊 看龍弟這著急的樣子 估計北域是真出事了 對 估計龍弟也會去 這樣才能在受風大典之前趕回來 就是 就是 炎君 炎君 擾過你了 我可沒有 控制下去 大廈將內所有企業 禁止與風家合作 理由 讓我自己編曲 屬下見過 閻君 起來吧 是 閻君 這是 雲頂天宮的鑰匙 可作為您的落腳之地 這是 紅旗集團的至尊黑卡 可以全球 隨時調用百億字尽 東西我收下了 你幫我調查一下 九龍求牛玉的線索 還有我母親 他失蹤這麼多年 但我感覺他還活著 是 銀軍大人 這是紫顏 我一手提拔起來的 絕對可以信任 這段時間 就由他來照顧您的起居 都信了 大師不好了 小姐 大師不好了 何事 之前和我們風家合作的 所有企業 如今不知怎么了 突然斷絕了和我們的合作 因為賠付巨額的 違約金也要解約 不僅如此 如今 大廈境內所有的銀行 都在跟我們風家要錢 我算了一下 到現在為止 都還有五千萬的缺口 要是拿不出來的話 那 或許 這就是得罪 嚴峻使者的代價吧 姐 那怎麼辦啊 商業上的事 你自己想辦法 我不想管人懶得管 不過 此事和嚴峻有關 最近我得到消息 北域之患已平 嚴峻並未前往北域 那 嚴峻為何不現身變婚宴 不知道 但聽說紅契 負責嚴峻次次的下榻無阻 如今嚴峻被安排在了雲底 我們先去找他 我到時候當面問我 嚴峻為什麼要出爾反爾 是 姐 姐 等我一下 你哥來做什麼 姐 如今鳳家產業則是打壓 也好歹也是第一女戰神 如今又被嚴峻赤風 這不是跟我來想看看 紅旗大雲能不能看在你的面子上 幫我們風向 寄於這次飛機 這些於我而言根本就不重度 秦墨 你怎麼會在這裡 秦墨 你這個廢物怎麼在這 我就住在這 我為什麼不能在這 笑話 秦墨 你說大話之前能不能先打聽一下 這雲頂天宮 可是紅旗為嚴峻大人準備的住所 你一個廢物 也配住在這裡 秦墨 我知道 你被我姐拋棄你很不甘心 但你也沒必要當個跟蹤狂 跟蹤我姐吧 怎麼 製造個偶遇的機會 就能讓我姐高看你一眼 我 跟蹤你們 我說你腦子是不是有點大病 你才有病 秦墨 沒看出來你這麼不要臉 為了追求我姐 連這麼爛俗的套路都想得出來 這也對 像你這種連書都沒念過幾年的廢物 也只能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 秦墨 這裡可是閻君住所 岂是你能來的 萬一衝撞了閻君 即便是我 也救不了你 我就是閻君 何來自己衝撞自己一說 真是胡言亂語 吹牛都不照打打草稿 秦墨 我看你是演戲演上頭了吧 不就是 抱上蘭玉兒這個女人了嗎 誰給你的底氣敢冒充閻君大人 誰跟你說我是冒充的呀 真可笑 秦墨 我念及舊情好心勸你 你既然如此不領情 既然如此 那也別怪我不管你了 我們走 戰神鳳九哥 請見閻君大人 閻君大人 既然你已到青州 又與我定下婚約 為何卻又不願與我見面 閻君大人 我家小姐一直視你為榜樣 為你的愛慕之心事件皆知 你如此這般 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楚楚 住口 不用跪了 屋子裡沒人 你怎麼知道沒人 我都跟你說了 我就是閻君 你怎麼這麼不願意相信我呢 秦墨 閻君大人頂天立地 傲視九州萬國 你告訴我 你有哪一點符合 趁我還沒有發火之前趕緊滾 不然 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姐 這傢伙我看就是故意的 他知道你要來拜訪閻君 所以故意在這說你們的關係 好讓閻君誤我 依我看 閻君就在屋裡 但因為這個廢物在 不想搭理我 秦墨 我家小姐已經對你多次忍讓 你不要得寸進尺 既然你們這麼不願意相信我 那請回吧 是隆地大人的秘書紫妍小姐 紫妍小姐 閻君大人可在 閻君大人有令 今日不見客 請你們立即離開 瘋了不成 你知道我姐是誰嗎 你可跟我們走 我告訴你 严军大人可是我姐夫 你一个小小的秘书 也敢替严军大人做决定 那对严军大人不敬 你想死啊 紫妍小姐 站在你眼前的这位 那可是第一女战神 未来的郑国宏 更是严军大人的未婚妻 你敢阻止他们夫妻二人见面 能问一句 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得罪了秦先生 云顶天空真正的主人 秦先生 什么 秦先生 宏顶大人 他秦末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你居然叫他秦 住闭嘴 秦先生几是你能辱骂的 来人 这家伙要是再敢冒犯秦先生 给我撕拉他的嘴 你 你为何非要帮他 帮他 凤战神 蓝小姐说你眼瞎 看来是一点都没错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他究竟是谁吗 蓝小姐 我知道了 是蓝玉儿 让你来帮他出头的吧 秦末啊秦末 你还真是吃软饭吃到底的废物 一边追着我姐 一边让别的女人来帮你出头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了你 你真以为我不敢撕拉你的嘴巴 当真非要与我作对 并非是我要与你们作对的 而是这云顶天宫 是我赠予秦先生的住所 既然你们来到这里 打扰秦先生进修 我就只能来这里屈辱你们罢了 什么 这里是秦牧的住所 这不是严军大人的住所吗 难道消息错了 一群乘祸 懒得跟你们解释 请你们立刻离开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算了吧 他们想留在这里 只让他们留在这里好 是 秦先生 抱歉 消息有误 但红旗大人 听闻你负责严君 此次青州下榻接待 昨日订婚宴 严君迟迟未迟 老请红旗大人 替我问了严君 是他自己下的婚约 为何临近关头却又消失不见 难道就是为了 故意想羞辱我凤九哥 没错 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不来就算了 为何还要针对我们凤家 现在各大家族联合起来 封杀我凤家 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给我闭嘴 我就这一个问题 劳烦转告 告辞 凤家产业遭遇封杀 干 前些日子 龙君殿宁被凤家人羞辱 气不过 是瞧 让他们撤了吗 可是严君大人 这奔家未免也太嚣张了 他从容多年 可我没在他身边陪伴 这是我欠的 你好好筹备受风一事吧 是先生 小姐 小姐 又有什么坏消息 一次就说完吧 不是 不是坏消息 刚刚红旗大人传来消息 说奉严君之命 已经命令所有对我们进行打压的企业 取消了打压 甚至还送了一大笔合作 那一鸣呢 让他去跟进合作的事啊 少爷 正跟韩少爷一块喝酒呢 让他给我马上滚回来 到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喝酒 如果明天的寿风大典出了什么差错 我非斗了才不可 是 我这就去叫少爷回来 爷爷 您看到了吗 当初您让我嫁给秦牧 就是一个错误 只有我奉九哥的选择 永远都不会出错 明日的寿风大典上 我会再一次向您证明 诸位 今日乃是我家小姐封王之日 我奉家不问身份 不问出处 凡诚心祝福者 皆可入内 但若有胆敢闹事之人 我奉家 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封侯败相 这是多少人的终极目标 可如今 竟被这女子得到了此等殊荣 女子怎么了 奉战神不仅倾国倾城 又是国之动量 虽是女儿身 但是却胜过男子数倍 不错 生女当如奉九哥 这话可不是吹出来的 你这个废物来这干什么 给九哥封侯 就你还给我姐封侯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这冒充颜军呢 何必要冒充呢 哎呀 你真是不要脸的呀 啊 就像你这种废物 你还给颜军提携都不配 也敢冒充 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你还知道什么 定婚宴那天 北域大乱 农地和颜军 皆已前往北域镇压 而你 算是三生有幸 帮颜军大人跑腿 负责给奉战神 送九转清灵丹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到这个差事 但是归根到底 你不过就是一个跑腿的 竟不知死活三分两次的假冒颜军 哎呀 你是真不怕死啊 怎么 被我拆穿戳破了 不打算掩饰了 一个假货而已 就算是颜军的人又如何 我姐可是马上要成为颜军的夫人 换句话说 到时候 就算你想给我姐当条狗 都不够资格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他给奉战神当狗 当然不够资格 不过 给我们当狗 还是勉强够的嘛 哈哈哈哈 没错 你这个畜生 见到主人还不赶紧跪下 起手白崴 你就这么着急着死 风尚你看到了吧 这家伙就是来砸场子的 干吗敢打我 我就是颜军的一条 我可是颜军的小舅子 你信不信等颜军回来 我让他弄死你 我不信 要不你叫一下试试 你白痴 秦牧你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秦牧 今天你想进去 就得从本大爷胯下钻过去 否则 哼 没错 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啊 什么时候听说狗能从这门走了 怎么着 你们几个要拦我呀 你这种人还不配来小姐的寿风大典 哎 楚楚 话不用说那么绝对 我姐仁义 她的寿风大典 人人平等 让她进 但是 必须得从我胯下钻进去 毕竟 她只是条狗嘛 凤公子还真是狗杖人士的一把好手 兰月儿你还有病吧 为何处处与我凤家作对 当真以为我凤家怕了你兰家不成 我敬你解释第一女战神 那你凤一鸣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这么跟我说话 自家的狗都拴不住 怎么 你们凤家没人了 还是说你们凤家满门子都是狗 只配狂吠 你 秦先生 请 混蛋 给我等着 我姐嫁给阎君 我要你好看 秦末 你这个废物也敢来 晦气的玩意儿 都滚 秦先生能来你这里 是你们凤家的荣幸 若是他走了 那这寿风大典 也没有进行的必要 笑话 就他一个吃饭饭的废物 还是我们凤家的荣幸 你们兰家好歹也是名流世家 怎么兰小姐 你就这么喜欢养个小白脸啊 秦末 我告诉你 我家九哥即将是阎君大人的女人 请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他跟你啊 是不可能的 秦末 九哥 你来的正好 我看这俩扫把星就烦得慌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蓝家世代忠良 蓝小姐能够参加我的寿风大典 是给我们凤家面子 那蓝小姐可以留下 这个废物 不能留下 必须给我轰出去 秦末 你来我寿风大典做什么 你我都已经离婚了 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瓜葛 蓝小姐 你和秦末是什么关系 我不管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故意带他来恶心我吧 恶心 凤九哥你知不知道 他能来你的寿风大典 是你家祖坟冒清烟 是你八辈子的荣幸 放屁 就他一个废物 给我家九哥带来的只有污点 九哥 在你身里 你我二人连一点情分都没有 我妈说的没错 你秦末带给我的只有污点 毕竟你我身份悬殊 能够成为我奉九哥的前夫 这便是你的荣耀 但是这个身份会脏了阎君的眼 我不希望阎君清临的时候 看到你的存在 所以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离开 否则 荣耀 你可知道这大厦八万里山河 皆以我为人 你现在的荣耀 都是我给你的 曲莫 我送你这波天的荣耀 你却视我为毕竟 凤九哥 你知不知道 今天给你封喉的人就是我 你个死废物 在这说什么大话呢 我家九哥 需要你来封喉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大的 还想打我 来呀来呀在这打打呀 看在往日情分上我不跟你计较 但再有下一次 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个废话还想要杀我啊 今日之后我女儿可是郑国侯 你信不信就凭你刚才这句话 我就能让你把老死座穿 这个秦穆怕是疯了 郑国侯给他脸 不要也就算了 如今竟还敢如此放肆 是啊 郑国侯怎会有如此不实大体的天赋 当真是瞎了眼了 我听闻这门婚事是郑国侯父亲定的 也不知道老侯爷之前是怎么找的这个秦穆 这等无礼之人也配得上郑国侯这等绝世天骄 秦穆 你竟然敢在我的寿风大典上扬言喊杀还羞辱我吗 你这一位不是他在这叫什么 凤九哥 你找死 今日是我的寿风大典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秦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向我的母亲道歉 然后立刻离开 让我离开可以 只要你不后悔 但让我道歉 不好意思 不可能 废 死到临头还如此猖狂 来人啊 把他给我打到棍下为止 今天这个歉 非道不可 还敢笑 我今日 就让你笑不出来 撕了他的嘴 我看谁敢动 剑颜军令如剑颜军 还不跪下 贝剑颜军 凤九哥 你要在你这寿风大典上 大开杀戒吗 如果是 那我奉陪到底 秦穆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和你离婚吗 因为你只会让女人帮你出逃 我瞧不起你 既然你想留下 那我满足你 但你要明白 这是我凤九哥施舍给你 凤九哥 你虽贵为第一女战神 但不得不说你的眼力 真是世间最蠢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 秦先生 秦先生今日留下来才是对你最大的失守 秦先生 事已至此 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 咱们走 这儿 冲撑着 我冲撞了九哥的寿风大典就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秦穆 别以为你是阎君的一条狗 你就有什么了不起 九哥还是阎君的女人呢 等寿风大典结束 九哥就是世上第一位女意姓虹 想走可以 但现在我要你跪下 给九哥磕头 拜见未来的郑国侯 没错 见郑国侯不跪 你可知罪 敢在未来郑国侯的寿风大典上闹事 只是让你下跪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人赐了 所以秦穆 你不要不识抬举 你再来说一句 蓝玉儿 你别太过分 我就过分怎么着 凤九哥 我今天就把话放着 你这寿风大典 办不成 寿风大典 办与不办 可不是你这个小丫头 骗子就能决定吧 是吗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蓝玉儿 你可真是给你们拦架 丢人现眼啊 竟然喜欢捡破鞋啊 启莫 我妈说的没错 待会寿风开始 我将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郑国侯 天下人都要跪拜 让你先跪 试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送你一份荣耀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看清现实 我们之间的距离 会越来越大 纵然你起目拍马也不可及 所以 不要再对我心存唤想 因为你永远都配不上我 陆战神好大的口气啊 这还没封好呢 就敢如此嚣张 你是谁啊 这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啊 他可是颜军亲卫 清鸾天王 他没资格 谁有 原来是清鸾天王 你来了怎么不早说一声啊 我好派人啊 去接你 是啊 清鸾大人 我姐早就说过 那您可是颜军身边的第一大红人 统领修罗殿十万纵十啊 就连那龙帝都得给您几分薄面 像您这种大人物 都能来参加我姐的丰侯大典 那简直是我奉家的荣幸啊 大人物 我看你们奉九哥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尚未与颜军成婚 就摆起了颜军夫人的架子 不知道 还以为是我们颜军入赘你们凤家 清鸾大人说笑了 我们哪敢让颜军入赘呀 更何况 我姐之所以摆出颜军的架子 那还不是因为 秦牧那只凡人的苍蝇吗 就是就是 今日可是我们家 九哥的寿风大典 像他这种废物 能进门 已经是我们凤家给他面子 更何况 清鸾天王您来了 若是他要冲撞了你 岂不是我们的罪过了啊 就是啊 清鸾大人 您是有所不知 都是因为这家伙 他仗着帮颜军大人跑个腿 送个丹药 好嘛 整天是药物扬威 到处冒充颜军大人 清鸾大人 您可得治他的罪啊 你在教我做事 我不敢 你们说 秦牧在你们面前耀武扬威 冒充颜军 对 也不知道这个废物哪来的胆子 他竟然敢冒充颜军这种大人物 颜军这种大人物 是他这种废物能冒充的吗 清鸾大人 您一定要明察秋好啊 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你口中的废物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清鸾大人 您在说什么呀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大人物 是啊 清鸾大人 您不会也想说 这个废物是颜军吧 这怎么可能啊 清鸾大人 你这是何意 清鸾大人 你为什么帮这个帮他说话呀 这又是什么道理呀 道理 我的话 就是修罗电的道理 那你们不服 不错 你们之前的一言一行 我都看在眼里 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知道 这个看不上那个瞧不起 怎么 你们光为挺大 清鸾大人 是他 都是因为他 来小姐的授风大典上捣乱 又不是因为他 我们也不会这样啊 尚未封猴便如此嚣张跋扈 这若是封了猴 这大下 岂不是让你们凤家 只手遮天了呀 既是如此 那这授风大典 不开饮吧 清鸾天王 授风大典 是颜军钦点之时 你这是要违抗颜军之令吗 颜军之令 颜军早已到达现场 你怕是不知 修罗殿电众听令 撤销授风大典 是 清鸾大人 你虽贵为天王 但这是我奉九哥的授风大典 更是颜军亲自开口应下 你凭什么说取消就取消 凭什么 就凭我是颜军亲卫 就凭我的身份比你尊贵 就凭我清鸾是天王 而你不过是受颜军恩赐 才有这颇天荣耀的小小战神 所以你们凤家的生死 我说了算 你 你这是仗势欺人 仗势欺人 那又如何 你们仗势欺负秦先生的时候 可曾想过仗势欺人这四个字 我 你认为秦先生在你的面前是只蝼蚁 可你别忘了 你在我的面前也只是一只蝼蚁 别说你还没成颜军夫人 就算你成 我也要奉劝颜军将你修掉 因为不配 清鸾大人 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饶了我们凤家吧 这次授风大典 可是我姐拼了命才换来的 你千万不能取消啊 清鸾大人 我给你跪下 求你 求你饶过我女儿吧 求你了 你们又没有针对我 跟我道歉做什么 你们真正该道歉的人 不是我 我也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道歉 清鸾大人 你这是让我给秦牧道歉吗 怎么 拉不下脸面 既然如此 那是授风大典就此作罢 好 我道歉 秦牧 对不起 我错了 这秦牧也太嚣张了吧 仗着清鸾天王帮他 竟让凤九哥给他道歉 若是被打压的人是你 你又有清鸾天王撑腰 你该如何 就是 我就觉得凤家的人太壮了 搞得好像是参加他家授风大典 是一种恩赐似的 凤家呀 就该造成罪 清鸾大人 你看这 别问我 问秦先生 这 秦牧 是我错了 你就看在网狱情分上 什么情分 是他失手的情分吗 秦牧 我为我刚才的行为向你道歉 希望你 不用再说了 你凤九哥眼高鱼顶看不起我 我自当是这些年对你的亏钱 但我今日也奉劝你一句 严俊一句话能送你入酒消 也能让你下地狱 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你可以好自为之 清鸾 今日之事就此做罢了 继续给他授风 多谢 既然秦先生开口了 那授风大典就继续 不过你记住 严军就在县城 等到授风之时 他将登台亲自为你授协 是 今日之后将登台百倍奉务 及时已到 授风大典正式开始 是 西域大乱 凤九哥与威莫中崛起 领众将平西域百足 开疆破土 风浪积蓄 功告阵势 特封 镇国好 佐 严军请兽 请严军大人登台 这情报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个时候出来 看他这意思 他不会是想登台吧 他疯了吧 这可是为风战神准备的 授风大典 现在是请严军 上台亲寿 他一个凡夫俗子 竟敢如此 麻烦颜军 站住 秦墨 你莫要以为 有青鸾大人撑腰 便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我家九哥的 授风大典 容不得你半点胡闹 立刻给我离开 红台 此事上去又有何用 我们就且看着 这凤家人 到底有多蠢 正好借此机会 让颜军 与他们划清界限 秦墨 你三番五次 在授风大典上捣乱 纵使今天有青鸾大人 护着你 我们也定让你付出代价 我今天来 就是给凤九哥授风的 我为什么不能走红毯 笑话 这红毯是为 严军大人准备的 你何德何能 走在这红毯之上 秦墨 立刻离开红毯 若是耽误了及时 严军大人 是不会放过你的 来人哪 赶紧把那个疯子 给我赶出去 秦墨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真以为我在捣乱 难道不是吗 我请严军上台为我筋售 你上来做事 看来你这郑国侯 当真是不想当了 秦墨 请你立即离开 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凤九哥 你到现在都看不清楚事实吗 事实 你登台导论就是事实 秦墨 别以为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就可以肆意妄为 赶紧离开红毯 不然 等严军登场 你必死无疑 秦墨 我知道 你就是既和我姐没有嫁给你 你也不想想 跟严军相比 你算什么东西 我姐凭什么嫁给你 好你个秦墨 你是对我家小姐心生怨恨 所以故意在寿风之时登台 好让严军彻底对我家小姐失望 阻止寿风是吧 你可真是好算计啊 算计 你们也配 土主说的没错 从秦墨踏入点将台开始 我们凤家就灾祸不断 可他偏偏都要没事人一样 丝毫不受影响 这不是他的算计 是什么 秦墨 像你这种心性慧暗的鼠辈 我姐就是嫁给一条狗 也不嫁给你这种垃圾 放肆 凤九哥 既然你头脑崩溃了 至今都看不清现实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为何会登台 秦墨 秦墨大人 您为何 你是想问我 为何会听他的号令 凤九哥 你当真是自命不凡的奇女子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能号令青鸾天王的人 你说还有谁 你真的是阎君 不可能 姐 你一定是被他骗了 秦墨怎么可能是阎君 青鸾天王在此 还能有假 青鸾天王 谁见过青鸾天王 姐 你亲眼见过吗 好啊 我终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天王也是假的 兰月 是不是你干的 你当真好大的胆子 竟然为了维护秦墨这个小白脸 找人假扮天王 难道你就不怕阎君致你死罪吗 冒充 你们这群人呢 阎君是冒充的 天王也是冒充的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 该说你是蠢呢 还是该说你们是猪脑袋 天大的笑 我不知道秦墨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样 对你这般护着的 他秦墨绝对不可能是阎君 秦墨啊秦墨 你当真以为找几个演员演演戏 捧一捧自己 就真的是阎君了 你以为你冒充了阎君的身份 就配得上我姐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姐乃是护国战神 如今更是贵为镇国侯 封侯败相已是人间极致 就算你找再多的演员 也绝不会让我姐高看你一眼 是吗 你就这么笃定我和他都是假的是吗 不然呢 好 清兰 宣布吧 凤九哥看好了这是阎君法指 世间无人敢作假 现在还敢说我们是冒牌的吗 凤九哥还不跪拜接旨 姐 这真是青鸾天王 闭嘴 阎君法指无人能伪造 他真的是青鸾天王 那齐木岂不是真的就是阎君 凤九哥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 青鸾大人 不用了 我凤九哥自命不凡 心比天高 如果你还想让我给齐木道歉 换取授锋一事 我做不到 凤九哥 你当真还不明白吗 他不是不明白 只是不愿意承认吧 阎君在我心中如同高山 非他齐木所能及 我不知道你为何非要帮助齐木 我也不管齐木到底和谁有关系 我都不允许他在我的寿风大典上闹事 那如果他真的是阎君呢 那我就放弃寿风 绝不会接受他为我亲手 这鬼 你就非得如此要强了 好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放九哥行事 从来不会后悔 凤九哥 有能无德 无配为侯 今日 寿风大典取消 凭什么 清乱大人 你是不是怕我解封侯之后 懂你地位啊 可以针对我凤家 针对你 你们也配 凤战神镇守一方 会议时 心与民众万里相送 如此肝胆 怎么就有能无德了 我不服 你说的没错 我女儿终甘义胆 为国为民 在场 谁不清楚 一鸣说的没错 你分明就是害怕 九哥受封之后 夺了你的地位 你这是公权私用 你凭什么 多大的侯爵 是啊 凤战神拥有护国之功 开疆拓土 守护大侠安危 他若配不上这侯位 那还能有谁配得上 没错 镇国侯之名 可是严军大人亲授的 若是严军大人 取消冯侯 也该由严军大人 亲礼 亲口所言 而不是你 是吗 既然如此 那就请严军登台 以证天下 请严军登台 以证天下 此为侯爷 你们可认 严军七零 还不跪吧 拜见严军 九哥 我知道你心比天高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 你为了封侯拜相 你会弃我于不顾 即使你内心 已经默认了我是严军 还如此坚持 难道我在你心里面 如此不堪吗 既然你视我如碧驴 那这封侯之印 无药引爆 不 不可能 秦墨怎么会是严军 怎么会这样 有眼无珠 心比天高 可惜了 天大的机缘摆在你面前 却被你拒绝了 凤九哥 你真是蠢得可以 没想到啊 这凤九哥 一次次的拒绝后绝令 还当着严军的面 拒绝严军 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知道这奇目真是严军啊 真是造化弄人 有意思 有意思 真有意思 你是谁 也来看我的笑话 左相之子 赵阔 凤战神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那个废物是严军吧 你什么意思 严军守护大下安危 功高盖世 备受万国景仰 身份更是国之机密 你身为战神 应当知道 严军替身无数 你觉得以严军的身份 能够善离职守 回来给你举办 这万众主墓的封侯大典 你的意思是 奇目是严军的替身 没错 不仅如此 我甚至认为 这是他引诱万国贼寇的手段 见你之名 引蛇出洞 好一句坚持 我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可以为凤战神 提供更多更有用的信息 只不过 凤战神小姐 你能够为我提供什么呢 秦先生 秦先生 红旗球见 让他进来吧 阎君 九龙球牛玉的线索找到了 在哪 七日之后 黑市拍卖会上 九龙球牛玉将会作为 整场拍卖会的 最后压轴之物 这是 拍卖会的邀请函 还有 我们查到 伺候您母亲的失踪 跟赵家有关 赵家没错 正是当朝左相赵家 还有别的信索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 就说赵家一直在研究九龙球牛玉 而您母亲 正是曾经的研究员之一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风九哥拿下 父亲放心 他已经答应和我合作了 好 九龙球牛玉重现时间 这次黑市拍卖会 你务必将之拿下 父亲 这九龙球牛玉 不过就是一枚寻常古鱼 我赵家寻他多年 耗费了无数财力物力 真的值吗 这九龙球牛玉的秘密中 藏着一整个王朝的财富 只要找到了九龙球牛玉 就能找到那个贱人 到时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赵家的 你记住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我必须看到九龙球牛玉 另外 秦牧必须死 明白吗 是 小姐 你说这秦牧 真是阎君替身吗 应该不会有错 赵家乃是左校之家 再结合这些时日 秦牧所展现出来的人脉 他定是阎君的替身无疑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会有九转清灵丹 为什么兰玉尔和青鸾大人 会不一余力地帮他 没想到他真走了狗屎运 竟然能当上阎君的替身 不过这秦牧也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仗着自己阎君替身的身份 擅自取消您的授风大典 我看他就是故意羞辱您 以报您和他离婚的仇 如此度量之人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不起他 因为他配不上我 小姐您说的对 这秦牧除了会吃软饭 无假虎威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您与他离婚 简直是最正确的选择 不过 小姐 今天我们险些将秦牧 是阎君替身的身份给暴露出来 阎君会不会因此责怪我们呀 应该不会 罢了 以后见到秦牧陪着他演戏便是了 或许我们呢也可以借此机会 见到真正的阎君 小姐您说的对啊 纵使发生了如今的情况 阎君也从未说与您取消婚约 这就说明阎君并没有因此责怪您 不过我也需要借此机会来展现一下自己的价值 我让你查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 刚刚黑市传来消息 说阎君正在寻找一块名为九龙球牛玉的玉佩 并且势在必得 九龙球牛玉 没错 小姐 这块九龙球牛玉将在三日后的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若我们能够拿下 定可以得到阎君青睐 好 那你现在就去准备资金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拿下这九龙球牛玉 是 小姐 只要有了这九龙球牛玉 待见到真正的阎君之时 或许就是我封侯之日 小姐 这拍卖会真不愧是阎君所看重的 来往之人尽是青州豪强 甚至还有许多别州的福尚 嗯 这琴木真不要理 前几天还对小姐您爱得要死要活的 这才几天 就和兰家小姐搅和在一起 他做什么 与我们没有关系 何须舍弃 左右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 嗯 哎 韩忠磊来了 这下 他可要倒霉了 他是阎君的替身 若是韩忠磊为难他 那我们便出面帮衬他一样 或许会对我们之后面见阎君有所帮助 好 听小姐的 哎呦 这不是咱们阎君大人吗 怎么 这拍卖会是什么啊猫啊狗都能进得来的场合吗 韩忠磊 你有病是吧 知道他是阎君 还敢在这里一样怪气 他是阎君 别搞笑了 昨天你们走后 我们都已经搞清楚了 他不过 就是阎君的一个替身 一个 狐家虎卫的冒牌货罢了 还真把自己当阎君了 替身 谁说的 你管呢 反正就是一个冒牌货 倒是你兰玉儿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是左相府赵大少清定的未婚妻吧 既然与赵少有婚约 现在还整日带着一个小白脸在身边 你说 要是赵少知道了这事 这个废物会不会被打死 他定下了 我答应了吗 赵少看中的东西 有得不到的吗 小子 赵少正在来的路上 若是让他看到你和他的未婚妻搅和在一起 只怕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你口中的赵少能把我怎么找 韩中雷你有病是吧 之前给凤九哥当狗 现在又给赵阔当狗 怎么 你就那么喜欢当狗吗 你一个女人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怎么 什么 我的颜军大人 身为男人 你就只会站在女人背后吃软饭是吗 对啊 至少我有软饭吃 总比当狗强了 当狗怎么了 我告诉你 赵阔少爷手中的资源 那数不胜数 哪怕随便从指甲缝里流出一些 都是你这个废物一辈子难以气急的 所以这就是你当狗的礼物 哼来月儿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不过今天这个冒牌货 他死定了 要是你跪下给我磕个头 或许喜爷还能给你一个当狗的机会 等赵少来了 帮你美颜几句留你一条狗命 不好意思 当人当习惯了 当不了狗 我吃死活的东西能会照上来的 看你还如何嚣张 凤战神您来啊 凤战神您打我做什么 暴露颜军替身的事不想活了 凤战神不错了 我也是记不过这个废物像昨天的 废物也是你叫的 又记住难敢再忘返起不要了你的狗命 现在吃上我家小姐的软饭了 秦牧这可是你的荣幸 是凤九哥发什么疯 怎么会突然帮你啊 或许他是做给真正的眼睛看的 走吧还没关要开始了 走 我让你走了吗 赵长 赵长您来了 韩忠蕾 你真是个废物 连这种废物你都对付不了 真是丢富家子弟的脸呢 我不是对付不了 只要是这小子用蓝玉儿和凤战神撑腰 连本大少的女人都敢跑 你是滚女儿了是吧 你就是赵阔是吧 没错 左相之子赵阔 赵阔 赵阔 你别太过分了 秦牧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凭什么针对他 蓝玉儿 你可是我的未婚妻啊 当着我的面维护别的男人 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是吗 赵长 我跟你说 这个蓝玉儿可真是恬不知耻啊 他明明跟你有婚约 还背着你和别的男人死混在一起 还就得找你什么的说 还知道我都不够丢人 赵长 别打了 别打了 我错了 行 秦牧师 活不活今天 赵阔 你想干什么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大千事件无奇不有 我倒是长见识 一个社会底层的走势 才敢在本少爷面前叫些 你当真是不知道 本色是怎么写的 赵长 这小子一直都是这么小的 我已经早都看不惯了 成叫 就是什么人 就是本少最终成狗吗 去 小贪还用来 你敢 有我好你 量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是 你跟死他了 自身你很久了 今天赵少子 看你还怎么笑着 来 给你个机会 现在跪着 把我的鞋铁干净 你以为全是 放心 把你宰了之后 我会让赵少 把南月儿带到你的坟前 当着你的面 把他给我的发我 你怎么终死 住手 韩中来你好大的狗胆 连秦先生你都敢惹 来老将军 我一个废物而已 为什么不敢惹 老老将军 你已经早了 年轻人的事 不要管了吗 今天我就是看这个小子 不说 非要搞死 你要拦我 韩中来 给我上 你看 找找找找 你看 男老将军 这打狗也得看主人吧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陪你面子 一个厚生小辈 也配找我要面子 韩中来 我命令你 立刻下跪 向秦先生道歉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想干什么 赵巢 赵巢快救我 南青山 你不要拆过缝了 难道你真的要因为那个小子 跟我赵家翻脸吗 什么赵家 左相之家是吗 老子当年上阵杀敌的时候 你爹还在给我端茶倒水呢 什么狗屁左相之家 在我眼里屁都不是 还不动手 等等 卧客 卧客 求求你 求求你秦先生 饶了我吧 韩中雷 若是以后再对秦先生不敬 消息我要了你的狗命 是是是 蓝青山 你别太过分了 怎么 不服气是吧 不服气让你爹来 就算赵狂他是左相又如何 你看他见到我蓝青山 敢不敢站着说话 好 很好 你给我等着 废物东西 好将军 您怎么来了 对了爷爷 您不是早就不问江湖事了吗 怎么出来了 事情我都听说了 凤家那丫头自视甚高 没我这服务员 要不 考虑考虑我家月儿吧 爷爷 胡说什么呢 开卖会马上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吧 好 主位 今日拍卖会现在开始 想必这件拍品 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据传 此域当中藏着一处关于绝世宝藏的秘密 过多的介绍 我就不多说了 起拍价五百万 每次加价获得少于五十万 现在开始竞拍 六百万 七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一百万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还敢跟赵少强东西 是不是想活了吧 看啊 他是根本就不认识是不是 不然 他怎么敢跟赵少强东西 说不是 上次跟赵少强东西 坤头草都已经比武高了 秦莫 敢和赵少强东西 明年的今天就是一个既视 说这状况为什么这么真正的情况 而且 不是说严均挺看中这块鱼的 你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严均年代 这种场合严均大人 你没看到了老子 还有奇目这个提示 想必是严均大人 让他们全天代表 一千五百万 我说咱老将军 你拦他瞎你身后 就这么看着这个费物 一定也挤牙高 这不太合适吗 既然 买会 一步到位岂不是少了很多体验 好 行 那我出 五个亿 五个亿 不愧是左相之子 出手竟然如此阔绝 就是一下子从一千五百万飙到了五个亿 真是一点机会也没给我们留啊 还可以照少惊下 真是不知死 秦末 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行 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 跟我韩忠宁作对的下场 蓝老将军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们蓝家会不会为了这个废物 散尽家财呢 账户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区区五个亿而已 只要秦先生需要 别说出五个亿 就是五千个亿 我蓝家也定当拍下 一点小钱而已 不需要蓝老将军出手 我还出得起 一百亿 哈哈哈哈 一个被凤九哥抛弃的废物 竟然说能拿出一百亿 真是搞笑 哦对了 我差点忘了 诸位还不知道吧 这位秦穆秦先生 就是咱们凤九哥凤战神的前夫 一个被修复气蓄的废物 这种废物 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能拿出一百亿 你们信不信啊 能拿出一百亿的流动资金 他家中资产 至少也有千亿起步 这家伙牛皮吹大了吧 听闻昨日凤战神 封侯大典上 他这个未婚夫 竟然敢冒充阎君大人 直接毁了封侯大典 没想到他今天还来捣乱 真是不知死活 秦穆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 既然如此说大话 那可是一百亿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哪来那么多钱 秦穆 虽然我们知道你在为颜军办事 但这一百亿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就为了一点面子如此猖狂 我看你今天如何收场 我也想看看 秦先生一百亿是不是太冒进了 虽然我知道你不缺钱 但是一下子一百亿 毕竟不是小数目 取取百亿而已 不用替他担心 放心吧 一百亿 有没有更高价的 直接成交吧 一百亿 没有人比他更高了 身为颜军的替身 能为颜军办事是你的荣耀 但你一开口就白花了一百亿 你说 要是颜军大人知道了 会不会弄死 你想杀我 我总预备是吧 这话可不能乱说 只不过有些东西是不属于你 还是不要乱拿了 更何况 有人愿意出钱 我何必再花这冤枉权 举手 再给你赵家一百年 你要是能杀他 我脑袋给你当球体 蓝老将军 你这是看不起我赵家 没错 我就是看不起你赵家 更看不起你爹赵狂 怎么了 你 你若是执意跟我作对的话 就别怪我不增老了 一百亿一次 一百亿两次 一百亿三次成交 居然已经落锤了 让他拿钱吧 我倒要看看 他如何拿得出这一百亿 陈先生 一百亿请问如何支付啊 刷卡 先生 这张卡我们无法读取 呦呦呦呦呦 无法读取 钱莫啊钱莫 牛皮瘸大了 我看你怎么办 女皮大王 装什么不好 非得在这装有钱人 这回看你怎么 丢人现眼的玩意 拿不出钱 乖乖当不够 非要在这要 要不 又喝三个 你求听 不可 了解你也管他干什么 家伙明天拿不出来劲 却偏他在这装强做事 现在好了 价格都被抬到天上去 只不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陈墨 这百亿资金 就算把我们老家和兰家都卖 后期 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爱吹牛的臭毛病 我说钱莫啊 你只是一个鞋子 影子的作用 就是几天军大人去死 在我面前装大 你配吗 秦先生你别急 我这就联系全球各地出售我兰家资产 无论如何 一定为你凑齐百亿现金 不定 百亿资云 红契还没有起 紫燕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让红契拿一百亿现金 往凤鸣拍卖场 晚一分钟 让他提头来见 是 红契大人 严军有令 让你写百亿现金 立即赶到凤鸣拍卖场 紫燕军令 快准备 百亿现金 我刚刚听到什么 他说让红契过来 给他送百亿现金 红契是谁 各位都很清楚啊 那可是大厦第一财团的首脑 就连我赵小匠 都得礼让三分的存在 你竟然让他给你送钱 还张嘴就是百亿 钱莫 你哪来这么大脸呢 哎呀 赵公子 我估计啊 这家伙 事到如今还在做梦 真以为自己是那万人之上的阎君了 殊不知 他这点把戏在我们眼里 跟小丑没什么区别 小的 今天老子把话放这 如果你能叫来红契大人 老子今天给你跪下 磕头道歉 行啊行啊 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这小子没钱 按规矩办事 奉明拍卖场的规矩是拿不出钱用命题 看来这家伙今天 算是完了 老爷未必 这家伙可是奉战神的前夫 而且你没看着 蓝老将军也在吗 有他们保 这家伙估计也就是断手断脚罢了 这位先生 请您立刻付款 否则 我们只能按规矩办事 以命提债 我的命就在这 我敢敢 敢在奉明拍卖场张狂 别说是你 就算是奉战神 你问问他 敢不敢在这说这种话 我跟你们顾总是旧相识 能不能 奉战神 我奉明拍卖场的背景 你应该清楚 别说你只是一个战神 就算是天王来了 也得卖三分面子 难道你想坏了规矩 空九哥 你都跟这个废武离婚了 还想帮他呀 是啊小姐 这家伙不止死活 你还管他做什么 秦牧 我是念在往日情分上才来帮你 但你这次闯的会太大了 你好自为之吧 哎 听到了吗死废物 奉战神都帮不了你 这次你死定了 你们就这么独定 你岂不会来 男老将军 事到如今 你还想帮着这个废物 还是说 你真的以为他是阎君 他不是 找到你是 看来男老将军 真的是老眼光花了 真的假的都分不清 不过也罢了 不跟你这个老东西计较 我说了 今天他必须死 照顾 你太过分了 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 小子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怎么样 只要你给我跪下 把我的鞋挺干净 我就去跟拍卖场的骨 说有你一条狗命怎么样哎 听到了吗 此废物 赵少开恩追许你给他鞋鞋 这可是无处人求之不得的大美事啊 还不赶快跪下鞋 我看谁 谁啊 红旗大人真的来了 小姐 他真 真请来了红旗啊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一个电话就叫来了红旗 秦先生 我没来晚吧 钱也送到了 你是不是该跪下磕头了 还得给秦先生跪下 秦先生 这红旗办事我里 还请您赎罪 刚才这张卡为什么送 请秦先生赎罪 至尊黑卡全线过高 一般机器是刷不出来的 是我忘记提醒您了 不过我已经带来信机 还请秦先生查阅 白衣现金过于膨大 实在不便携带 所以我总共贷了一千万现金 定价十张至尊金卡 不知道这些钱 够不够买秦先生的令啊 够了够了 赵大少清零清舟也不打声招呼 你这是看不起我红旗吗 红旗 你为什么要帮他 他只不过严峻的一个替身罢 红旗做事需要你来教 怎么不服啊 别说是 就算是你爹来 这种眼神看 严峻大人替身一时来世绝命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扬 你当真以为我红旗 我敢杀了你吗 今日之事出了这个拍板场 谁要敢说一个字 别怪我红旗 不客气 这红旗竟然如此维护一个严重的体身 他究竟何德何能 小姐 这家伙满嘴跑火车 说不定怎么蒙骗了红旗大人 我看上次落家产业的事情 肯定是他为了报复你干的 秦先生 蓝老将军 我们走吧 嗯 好 赵大少 这红旗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敢打您 废物东西 老爷 找到那个女人了 节目 你给我等着 我先弄死你吗 才弄死你 我先弄死你 什么 严峻大人 找到你母亲了 在哪 在老乘街 我的人正在路上 那些人正在赶过去 发布严峻法旨 所有在青州的修罗电键中立刻前往老乘街 是 严峻法旨 严峻法旨 严峻终于来了吗 你 都给我住手 你这样的谁呀 大火大叫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管你是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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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背后是谁吗 一群垃圾也敢威胁秦先生 我背后可是青龙帮 这青龙帮 你们都得死 青龙帮是吗 从今天开始 青龙帮 从青州除名 就比你也陪灭我青龙帮 怕是不知道 我青龙帮背后的靠山是谁吧 见过严峻 什么 她是严峻 妈 快送我妈去医院 子爷开车 是 我送了我送了 我不知道他是严峻大人 就你饶了我吗 敢辱严峻母亲干啥 见过龙帝大人 见过青龙大人 你这个转户来做什么 我接到严峻法旨前来 严峻不需要你来复命 请回吧 龙帝大人 凤秋哥 再回去看看你的眼睛 凤秋哥 你这个转户来做什么 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 八成是那个青龙 上次在收封大典 他对小姐您心生芥蒂 没想到堂堂天王 西京卷如此狭窄 竟然阻止您负命严峻法旨 真的是这样 不可能 秦牧只是严峻的替身 他不可能是严峻 严峻法旨降临 严峻必在轻车 楚楚 你去调查一下他究竟在哪 是 你怎么在这 爷爷不放心你 让我在这里等你 听我把门 不需要任何人进 好 好 妈 我儿子 我 我只是在哪 妈 咱们在医院 咱们在医院 淡不清儿子 妈这些年 担不住你 说什么话呢 我怎么叫你道歉 这些年生苦了 妈 是不是赵家人把你害成这个 我现在就灭了他们卷阻 莫儿 赵家没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你都不过他们的 妈 你还不知道吧 我就是圣明万国的严峻 我伤害您的人是谁 我都会替您报仇学恨的 不愧是秦温天的儿子 有出息了 都成严峻了 秦 秦温天 当年 你年龄还小 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切 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还成了为名赫赫的严峻 那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 把这一切告诉你 为我 也为你父亲 报仇学恨 妈 这是哪 这是你父亲 也是秦家先辈的安息之处 当年秦家也是名门望族 族中长辈都是官居一笔 背景通天 直到 二十年前的那一天 当年 你父亲秦温天与求前认识异姓兄弟 那一年 他们发现了一处密造 并且在其中发现了传说中的九龙穹牛浴 据说 这九龙穹牛浴中藏着一处皇朝的财富 我们三人约定 绝不能让这个秘密出现在世界 此地虽有质 但却涉及天伦 要是一旦显露世间 必会引起滔天血战 即使你我二人 也会是这世界的罪人 我不管他那个罪人不罪人 起来 怎么办 求前日身性狠 我原本以为他会顾及情分 可没想到 那日之后 他竟成了 他竟成了血路三万里的黑龙坦坦主 而你父亲 为了阻止他的杀戮 也死在他的刀下 黑龙坦 黑龙坦的势力 藏于黑暗之中 散布于天地各处 即便是国外最大的几个财阀 也有黑龙坦的影子 他们扶持赵家 让赵家 成为黑龙坦 在大夏明面上的代言人 一字左右朝堂 穆儿 你虽为阎君 也不可小觑黑龙坦的势力 你知道吗 吃彩衣吗 山河树 穆儿 这是你凤爷爷 当年 要不是他帮忙 你根本不可能离开大夏 见过凤爷爷 这都是小事 当年若不是你帮我 我凤家 只怕早就毁于一旦了 可惜 九哥那丫头 没能成为穆儿的媳妇啊 凤爷爷 二十年前那是我知道 那十五年前呢 十五年前啊 我曾是秦府管家 十五年前 求千任为了夺宝杀人 不灭秦家满门 北一夜 十山雪海呀 十山雪海呀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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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离开了秦家 藏在庆州创建凤家 想来一个灯下黑 好在他们没找到少爷你 那日之后 我在大虾四处逃寸 成了不家可归之人 即便知道你在庆州 我也不敢与你相见 因为赵家的人一直在找我 有了凤家之后 我又想了个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法子 对少爷你 和我家九哥定下婚约 想疑似守护少爷 没成想 九哥那丫头竟如此的放肆无礼 少爷 老奴恳求少爷 你可以再给他一次机 我爷不可 你们凤家之所以能活下来 那是因为我赵家 要用你们当鱼儿 跑掉顾彩衣这个贱货回来 没想到 你还真能躲吗 不过今天 都得死 陈墨 我说你今天必须死 怎么着 我没说错吧 墨儿 你快走 妈帮你拦着 你快走啊 爸 放心吧 我来处理 不过是已经臭鱼烂虾吧 一条丧家去 还认不清现实啊 想必这个老贱人应该告诉我 我赵家背后可是黑龙潭 为了杀你 这些人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一个严军的替身 也敢在我面前如此小丑 不是死活的东西 是吗 那你试试 给我上 这就是你口中一等一的杀手 也不过如此 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因为我就是严军 你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严军 你不是替身吗 替身 不过是为了捏换你们的手灯 罢了 照顾 赵家明我秦家满门 其是我母亲 今天我就用你的口命 今天我秦家先辈 你敢 我警告你秦莫 你要是敢动我一个 我黑龙潭的人 会无知我见到军神 放心 你会死的 黑龙潭 我也会灭 记住了 下辈子见到我秦莫 又低着头做人 他 妈 没事 我 我儿子出息了 我终于可以 安心了 妈 妈 妈 赵霍的尸体送回去了 禀燕军 已经送回去了 赵皇已经赶到秦州 十分愤怒 愤怒 他杀我秦家满门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我会愤怒 给我通知下去 禁止任何人给赵霍搬葬礼 否则 我会让他后悔 是 燕军 夫人的身体怎么样 我妈中过剧毒 加上常年奇患 想这很难 对了我让你搜集的药材如何了 各大主料已经集齐完毕 目前就差最后一样 碧玉琉璃花 不过 这碧玉琉璃花 在凤九哥的手中 凤九哥 是 前段时间 他由于中毒的缘故 搜集了许多天才地宝 想要炼制九转清灵丹 但并未炼制 所以这碧玉琉璃花 还在他手里 天军 要不要我以天王的身份 去向他讨得此一样 不必了 他这人兴高气傲 用身份要他没用 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更何况我刚答应过凤爷爷 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亲自去找他吧 照顾好我母亲 是 是你 凤九哥呢 秦牧 你可真不要脸 我家小姐都拒绝你那么多次了 你还恬不知耻的要见他 我有急事要找他他人呢 我们小姐是什么人 那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告诉你秦牧 我劝你最好把那些心思给我收起来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小初初我没工夫陪你废话 让他出来 秦牧 别给脸不要脸 我家小姐那可是严君的女人 不是你这泼皮无赖能配得上的 以后 别再打我们家小姐的主意 滚 如果不是看在凤九哥的面子上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神了 你还敢威胁我 行了初初 小姐 知道我干什么 我需要你手上的碧玉琉璃花 借我一用 作为交换 我可以帮你治好体内的毒 秦牧 你是不是疯了 碧玉琉璃花是炼质九转清零丹的 重要药材 你敢要此花 我看 你就是想要我们家小姐的命 我说了我能治好她体内的毒 就你 你一个废物 还能治好我家小姐体内的毒 你知道那什么毒吗 七绝伞 行了初初 七绝伞乃世间巨组 就连第一神医塞华陀都无法医治 你凭什么 塞华陀不能治那他师父能不能治 塞神医的师父 那可是阎君大人 你一个死废物 不会又想说你自己是阎君大人吗 秦牧啊秦牧 你为了这琉璃花还真是不择手段 一个访言说了那么多次你都不烦吗 你要琉璃花做什么 就我我找不到他 你吗 小姐 你不要想起这个骗子 我看他根本就是让你死 你 你敢打我小姐你看他 琉璃花可以给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小姐你 什么条件 你既然是阎君的影子 那应该能够见到阎君本尊 带我去见他一面 琉璃花就是你的了 我就是阎君并不是什么影子 琴木你有完没完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在这演戏 你是真把我们家小姐当傻子吗 你就这么坚信我不是阎君是吗 不信 我不相信阎君如你这般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比你辉煌一万倍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帮我的话我也不强求你 但是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帮 楚楚我们走 等等 怎么 想通了 好 明日云底山中间 严君快来见 好 希望你能够信手的 我们走 凤九哥凤九哥 我在你心中就见识多不堪 不过也罢 凤爷爷的人情 只希望我以严君的身份见过你之后 你可以认清现实 清卵准备一下 明日云顶山庄我以严君的身份 念见凤九哥 诸位哥哥 九哥恳请诸位 明日陪我一同前往云顶山庄 九哥 你去云顶山庄做事 明日 严君邀务一起前往云顶山庄 我想问问 他严君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次次的欺骗我 好 好 我们陪你去 理工严君这件事情 想想都刺激 我也去 八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倒是要看看 这天下第一复心汉 到底要怎么启示 严君大人 凤九哥来了 不过 不过什么呢 他把战神殿的其他七大战神也叫了 看来他是要来兴师问罪的 我知道了 你先过去 是 八大战神到 青鸾大人 严君大人何在 严君大人在此 还不行礼会吧 关键严君 凤九哥 你为何不过 我为何要不 今日我呢 就是要向严君讨一个功道 大胆凤九哥 敢对严君不敬该当何罪 青鸾 凤九哥 凤战神 你说 我有三问 他且严君大人被我解惑 问吧 一问 为何严君 你为何严君气 什么 抛击弃子的事情干都干 这不让人说 这是什么道理 这天下第一的强者就这么虚伪吗 我莫住嘴 严君行事 何须向你们多言 如今这般质问 真当我修罗殿好欺负不成 青龙 朱雀 此事也似乎与你们无关吧 我倒想问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敢如此冒犯严君 古天之下莫非王徒 率徒之兵莫非王臣 我修罗殿统领天下万语 乃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而修罗殿殿主更是天下至尊 你们一个个的 不好好镇守疆域 却跑到这里给严君问罪 谁给你们的胆子 严君 你当真连见我一面的机会 都不给吗 青龙 不要为难他们了 恳请严君出来一见 凤九哥 你知道你此去已经犯戒了 若是严君觉得我有辱修罗殿之威严 那可以将我斩杀 立修罗殿之威名 严君镇守万国之欲 乃天下共主 却频频使言抛弃于不顾 我不服 我等 也不 大胆 你们想干什么 造反吗 青鸾大人 我等 我等扮严君为王 自然十分敬仰 但是九哥是我们八大战予战神之一 我们视他为亲妹妹 如今亲妹妹受辱 身为兄长 我们理应为他讨回共道 没错 如果是严君大人觉得我等此严君大人觉得我等此举冒犯了你 那可斩杀于我们 只是届时天下人如何言说 那就不是我等说了算了 你们找死 青鸾 算了 他们所言也在 凤九哥 我怕你见到我你会后悔的 我凤九哥一声问心无愧 何来后悔 请严君一见 你还是这样 罢了 希望你能记住你说的话 参见严君 秦牧 怎么是你 我说了你会后悔的 凤九哥 现在严君大人已经与你相见了 是不是该把琉璃花拿出来 琪璃花 秦牧 你为了那株药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青鸾 青鸾大人 我一直是你为榜药 但我没想到你居然和他沆线一气合起火来骗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九哥 我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了我就是严君 闭嘴 你一个影子替身 骗我骗到现在难道还不够吗 影子替身 什么影子 什么替身 你们都还不知道吧 他秦牧 只不过是一个替严君出面的替身 九哥 你此话当真 当朝左相之子赵阔告诉我 那还能有假 更何况 一个失踪五年的废物 摇身一变就成了天下共处 你们觉得可能吗 混账 缺取一个影子 只是替严君挡在的替死鬼罢了 竟然要我等下跪 修罗殿 未灭太看不起人了 青鸾大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希望你给我们一个交代 凤九哥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怎么 我说错了吗 你知不知道影子一世乃是绝密 就算你知道 也万万不该说出 你这是置严君于大危难中 这整个龙国于大危难中 这么说来 你也承认他是影子了 你 凤九哥 你这是找死 我知道 可那又如何 我还知道 其实你一直都看不上我 觉得我不配做这严君夫人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配合这个废物来演戏给我看 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严君 问问他为什么要抛弃我 我凤九哥到底做错了什么 给我住嘴 好了青鸾 严君 这个混蛋他 够了 严君 九哥 我没有不见 只是在你心里我不配当严君 你宁愿相信那个赵阔 也不会相信我这个丈夫 所以我跟你怎么解释 都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你们 你们心疼九哥我能理解 所以今日 我恕你们无罪 但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杀 无 射 你不就是想要琉璃花吗 我给你 但从今往后 你我恩断义绝 严君 他实在太过分 事已至此算了 药材已经拿到了 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是 什么 严君 刚刚来家收到消息 赵家车在广发邀请函 邀请大夏各大好门 参加今晚他儿子赵阔的葬礼 同时对你心事问罪 挑选我 有点意思 我这就好领袖罗电柱前往赵家 灭其满门 不必 我亲自去灭了他们赵家 哈 哈 烧纸起零 出殡下葬 赵公子黄泉路上 一帆黄川 死得好 死得好 混账 整个说什么 你没听见 那我再说一句 怕赵阔死得好 我住口 姬牧 你刚刚赏断我儿子的道 你当今以为我叫家没人了吗 姬牧 既然你来了 难道跪在我儿领前 可以摆个绳头 让你永来无回 就凭你们赵家 也想让秦先生跪下道歉 你们也配 放肆 我赵家乃是左相之家 如今你杀我儿子不说 还妄讨扰落我儿子的道理 你 你若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也是阎君怪罪 我也要叫你永来无回 这秦冰 太狂妄了 杀害了人家儿子 还不让人家犯葬 你天下 怎么会有如此狂妄 是 可就不怕刀天前吧 我这狂图快 赵家乃是黑龙坦阻止起来的家族 这狂更是浪潮所向 只是他 恐怕最好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对啊 我可是听说了 那秦冰 我是当今黑龙坦之主 秦千人的亲妹 秦牧敢杀他儿子 黑龙坦 秦牧 你知道你是阎君的影子 别说你只是一个影子 就算你是阎君本尊 就能拉下无辜吗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你儿子想杀我 想杀我母亲的时候 王法何在 你们赵家杀我秦家满门 或是我母亲逃亡十五年 王法何在 你们赵家就是黑龙坦的走狗 这些年祸害天下无恶不作 赵狂身为祖相 傲行逆施 纵容此类 无恶不作 还在我面前说王法 你这是无名 身为秦家子嗣 难道会认错杀父仇人 难道也会认错灭族仇人吗 其实就算你说的再多 也掩盖不了杀害我儿子的事实 今天 成长的名流权贵都在 我要看着所有人的面 被我儿子讨回公道 公道 何谓公道 就允许你们赵家杀我们秦家 就不允许我们秦家杀你们赵家是吧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公道和王法 既然公道和王法在 其目的 便是公道就是王法 赵家 别回去 狂妄小儿 也敢大奉厥死 秦牧 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处境了 这就是你们的底气 秦牧 你说的没错 这天下没有王法 因为我赵狂 就是王法 你说的没错 秦家们 是我图的 只是你和你妈比较幸运 我活了这么多年 你放心 能杀了你以后 我回去找他 让他下去陪你 是吗 那我就看看 究竟是谁死的 哈哈哈哈 秦牧 这里是我左相府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你就会被打成塞子 拿枪指中 是要付代价吧 来呀 你不是想杀我 秦牧 你是真要和我不死不休是吗 我说了 任何人不允许 是你们不把我的话听进去 还有 我不喜欢你站着跟我走 滚枪 你 你找死 快开枪 打死他 典礼全部解决 你的仰仗已经没了 想好怎么死了吗 真有我黑龙坛怕你不成 我倒是很好奇 严军会不会为了你一个引子 来与整个黑龙坛为敌 是吗 还在这装呢 听我 你今天杀不了我的 若是我杀得了 哼 你给我等吧 等葬礼过后 与你有关这人 我要全部折磨至死 让你明白 与我赵家为敌 是你做过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只怕你活不到那个时候 你是黑龙坛的人 别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了 就算你是严军 敢跟黑龙坛为敌吗 即便是掌克天下 谁敢与黑龙坛为敌 差点忘了 当初你妈就是老子折磨她 你知道吗 你妈那个嘴硬的呀 老子把她的指甲一片一片地拔出来 才两片 她就受不了了 就跪地求老子放了她 你饶死 我就是饶死 你又能奈我何 我告诉你 不仅仅是她 你身边的青鸾 蓝玉儿 还有那什么叫 风酒疙瘩 你都要让他们常常 当初发生在你妈身上的事情 我要告诉他们 认识你秦牧 是他们这一生最大的罪和 谁都救不了你 秦牧 你放开我男人 今天活不了 我说的 你敢 赵狂是我黑龙潭的女婿 你要是敢动她 黑龙潭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邓丑伙下 你若是杀了我 那下一定大乱的 我就杀到天下太平 我侄子 我侄子求百断 马上就过来了 如今她可是黑龙潭的少主 你若是杀了赵狂 便是得罪了整个黑龙潭 从今往后 必杀我黑龙潭 又无知境地追杀 什么 竟连黑龙潭少主都惊动了 那可是黑龙潭的绝世天骄啊 九百断本身便是武学奇才 更是由这一位小宗师随时左右 为他护道 若是今日秦牧真敢杀了赵狂 这天可叫他了呀 这秦牧就是武之狂 你看着吧 今晚他绝对活着走不出赵家 九百断 小精尸 这就是你的底气是吗 不错 九百断 我就是他的底气 你不服 秦牧是吧 我命令你立刻把他放了 然后再跪下 给他老人家磕头道歉 否则的话 我今晚就让死无葬身之地 就凭你也配命令我够东西 你敢挑衅本手 这秦牧当真是个白痴 那求百断可是求千人的儿子 未来的黑龙潭潭主 此等旁人大悟 岂是他能得罪的 难怪这些年一事无成 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若是他能成大事 我的名字倒着写 废物终究是一个废物 哪怕是穿上龙袍也是一个废物 秦牧 杀了你 九龙九牛鱼就是我的了 今天我必让你有来无回 杀了我儿子 还想逃 做梦去吧 战神凤九哥的 秦牧 你在干什么 那可是当朝左相 快放手 秦牧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若杀了左相 那你将大夏天下苍生置于何地 天下苍生置于何地 怕赵狂虐待我母亲之时 这天下苍生 又将我母亲置于何地 我说了 今日他赵狂 必死 赵狂已死 黑龙潭毕正报复 大夏的天 他 不 老公 老公你醒醒 你醒醒啊 醒醒啊 秦牧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让整个大夏给你陪葬 那又如何 要是我母亲死了 便是让整个大夏给她陪葬 又如何 你现在就是一个疯子 你惹了滔天大祸了 我秦牧这一生情世 只为心 无奸 人若拦我杀 天拦我 我照杀 你 你不可理喻 秦牧 你给我等着 我定会将此事禀告阎君 不 禀告龙主 将你知罪 好啊 很好 秦牧 你当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不过 今天到此为止 老徐 靠你了 这 这就是小宗师的实力吗 静静踏出一步 便有如此气势 真是恐怖如此啊 成就小宗师 就已经是寻常人的武道极限 这球百段 竟能挥视一名小宗师为己用 僅这一点便可以看出 黑龙坛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啊 是啊 有这位小宗师出手 这起目必死无疑 小子 你自尽吧 老夫出手 你可就连全尸都没了 秦先生 去去小宗师 还不足以让您出手 开枪 小丫头到了宗师境界 莫说是这小小的子弹 也是炮弹来了 也伤不了老夫分毫 不愧是小宗师 这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有他在这起目必死无疑 不过是个白痴罢了 在赵家的地盘杀赵狂 他真是根本没将黑龙坛放在眼里 这样的白痴 就算是死了 也是死有余故 老徐啊 你留个活口 我要让他轻眼开 把他身边的所有人 全部杀光 明白 少主 秦先生 青鸾请求一战 云 出手吧 否则你没有机会 大言不惨 老夫成就宗师之时 你这小丫头骗子 还不知道在哪玩泥板 啊 啊 啊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你的底牌 不可以 齐 哈哈 不过是个小宗师罢了 死了也就死了 你真以为我会在乎这种废物吗 是吗 那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拿出来 哈哈 想要看看我的手段 你妈 可是最清楚了 当初 我黑龙坛七十二刑法 可是挨个让你妈试了一遍 哦对了 还有你爸 当初我爸 拿着刀 把你爸的手指挨个挨个剁的粉碎 然后当着你爸的面 为了狗 找我死 怎么 生气了 求百段 赶紧跪下 给秦先生磕头道歉 否则我要你们黑龙坛 要你们整个赵家 死无葬身之地 哈哈 让我黑龙坛之人死无葬身之地 这小贱人倒是挺会追牛啊 果然是疯了 我黑龙坛屹立于世间数百年的时间 王朝更替日月轮转 黑龙坛仍旧无敌于膝 就凭你们 也想覆灭我黑龙坛 既然你们不信 那就从你们赵家人措骨援会开始 静鸾 是 我不行 我的儿 快杀了他 替我儿报仇 快杀了他 来啊 来杀我 疯了吧 这家伙竟敢如此放肆 他真是把黑龙坛和赵家往死里逼啊 今晚他必死无疑 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他 秦牧 是当中挑战我黑龙坛的底线 你当真觉得我黑龙坛无人了吗 别急 当年参与谋害我母亲之人 一个都跑不掉 今日我前来 就是简单地面一下赵家而已 秦先生仁慈 赵家之人 还不赶紧跪下谢恩 秦牧 你好大的口气 你杀了我儿 还妄讨覆灭我赵家 今日我必将你挫骨揚会 姑姑放心 我这就派黑龙坛高手过来 今日我必杀了这恶贼 没这机会了 秦牧去见 是 这 这是鬼王面具 还有秦牧家 鬼王贤 住神远 魔剑处搓生灭 这是燕君出行 他是燕君 怎么可能 他 他真是燕君啊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燕君 燕君又如何 秋百战 生来就是这个世界的独裁 总是你是燕君 我也要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世间真正的王 秋百战 今日我便拿你的人头 来祭祭我秦家先辈 休闲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是潮水中的燕君 如赋 渺满门 今日 就让你们彻底付出代价 不要啊 我 混账 我跟你们拼了 啊 今日我不杀你 你把求百段的尸体送给求亲人 告诉他 我秦牧等着他来为此报仇 黑龙潭 我命定了 大哥 大哥 你要帮我们报仇啊 那秦家余孽 他杀了我儿 杀了赵国 杀了百段 你说什么 大哥 我黑龙潭沉寂多年 你 现如今 谁都能起到头上了 你若是再不出山 这天下 还有谁会把黑龙潭放在眼里啊 离报开采的如何了 正在送来的路上 明日便可送大 再任一任 我黑龙潭沉寂多年 为的不就是今天 我的原因为何 绝不能破坏我黑龙潭百年大计 可是大哥 赵家被灭满门 百段 百段都是你的亲儿子啊 我说够了 再忍一忍 好 愁你不报 我来报 秦母 你敢杀我血气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丽姐 刚刚谈主可是说了 不允许咱们乱来啊 大哥为了那计划已经谋化多年 他自然是不愿意在这个节骨也是出岔子 但是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啊 那丽姐你打算怎么办 他秦牧 还杀我儿子 那老娘就当着他的面 把他认识所有人都弄死 狼牙 去 你把秦牧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我抓了 是 秦牧 你给我等着 妈 妈 妈 你醒了 我 我 这是在哪儿 这是在我家 你放心 这里绝对安全 妈 我 妈 您先歇会儿 我去给你拿点药回来 是 钉紧这里 任何人不能进我妈的房间 我去拿点药回来 是 秦牧 你给我出来 秦牧 你来干嘛 你为什么非要得罪黑龙坛 为什么非要让我爷爷为你的过错而买单 我们凤家到底欠了你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秦牧 你残害黑龙坛少主 黑龙坛的人拿你没办法 就拿我们凤家开刀 如今老家主和夫人 还有少爷都被黑龙坛的人抓走了 黑龙坛手段竟然如此龙龙 放心吧 我不会让凤爷爷有事 你最好期待我爷爷为事 不然我杀了你 楚楚 立刻联系这眼店 是 你最好不要严峻的身份乱 不然我第一个杀了你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我要知道黑龙坛的人 我从现在都抓到你 什么 秦牧都怪你 是你把我们害得这样的 你还那他来了 你给我杀了他 这些跟我们没关系 救你啊 什么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害了我们一家 杀了你这我和我家少虎 后来他在哪 那他 当年被他跑了 现在 你得把他当年该受的骨 都补回来吗 放心 我一会儿要送你下去陪他 你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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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黑龙坛的人 今天该 是你了 混账 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冒犯严峻 严峻 哈哈哈哈 金木 你不过是敬我一个极其无名的走足罢了 能有今日 只不过是 与颜军几分相似 做了颜军的替身 替死鬼罢了 还敢跟我叫醒 不错 我们黑龙坛大军 三日后便可彻底集结 等到了那些 我们会将你身边所有的人 一个一个当着你的面灵痴 而你 只能亲眼看着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你们一个个找死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一个极其无名的废 还想杀我 实话告诉你 当初秦家灭门案 老子就参与了 杀了你秦家二非一个人 哈哈哈哈 明白什么意思吗 哈哈哈哈 还别说 你们秦家人的心 还真甜啊 大雷啊 你要上 留活口慢慢折磨他 好强的脚 任何大人 丘路那边已经救回 好 哈哈哈哈 小木 你不是很厉害吗 我倒想知道 你家祖坟被炸了之后 你还能不能如此嚣张啊 什么意思 老子炸了你秦家的祖坟 哈哈哈哈哈哈 找死 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 多数我们黑龙坛是什么下诚了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不仅是你秦家的粉 还有凤家 蓝家 你认识的所有人 都会死在我黑龙坛之手 我要让全天下所有人都知道 割罪我黑龙坛是什么家长 公爹 把燕金令 告诉他们 他们的王怒了 是 燕君一怒 倦流万敌 黑龙坛 准备接受天下第一强者的怒火吧 真当老子怕你 刘毛 给我上 你 你 你 这是修罗猎一拳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影子 你就是阎君 我 不要 我 是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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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让我怎么干的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放心 等你死了之后 我会让你们所有黑龙坛的人 像 黑帐 梦 你是阎君 阎君大人 刚刚是他们 比我们这么说的 我们真的是无意冒犯你 无意冒犯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你们走吧 谢谢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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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我前往秦家祖坟 到时候看 这群人 嚣张到什么程度 就在那里 少主和夫人被绑的位置就在那 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弟弟他们呢 他们已经走了 多谢龙帝出手相救 不是我救 是秦先生 哈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我不闪就是对你最大的人死 秦墨 你现在最好去黑龙坛磕头道歉 或许还有一些生计 不然 哈黑龙坛图我秦家满门 侮辱我母亲数十年 现在还占我秦家祖坟 你让我去道歉 秦墨 我知道你很愤怒 可是黑龙坛视力滔天 别说你只是严君的影子 就算你是真的严君 也要忌惮三分 我是念在往日情分上才来劝你 如果你非要逃死 我也不拦你 凤九哥 这一说话分辞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秦墨他爱慕虚荣 屡屡与严君的身份 肆意妄为才导致的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吗 肯祸 他就是严君 要是多少遍才能相信 龙帝大人 我知道严君提示乃是绝密 但他秦墨 只不过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废物 这样的废物 就该当一辈子的爬虫 你们也是个活的黑暗 你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散不帮他 难道你们就不怕严君责怪吗 你听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 小杀了你 够了 我不管你是因为你内心那点骄傲 不肯接受我就是严君还是别的人 不重要 我给过你机会 自己没有珍惜 我不要管 小姐你看他 莫非 他真的是严君 天牧 你终于来了 你们今天都得死 死 今天该死的人是你 杀了我丈夫 杀了我儿子 还有我的亲侄子 你让我丧子丧父 像你这样的恶态 就该死无葬身之地 是他们该死 黑龙坛所有人都该死 哈哈哈哈 我们该死 你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情况 来人 把那老东西给我抽行 少少爷 给我住手 秦牧 我倒是想看看 今天是你的速度快 还是我刀快 你敢 你敢不敢不敢 少爷 你快走啊 熊老 最后路他是大宗石 你这个老东西 你找死啊 住手 秦牧 你应该很在乎这个老东西吧 我要是当着你的面 把这个老东西送进地狱 会不会很生气啊 你要是再敢碰放爷爷半分 必定将你凑骨妖灰 这是威胁我呀 秦牧 你还是分不清状况呀 啊 冯爷爷 秦牧 识相的话 现在给我乖乖跪下 我选我可以留你一句全虚 否则 怎么不爽啊 放心 我会让你更加不爽 东西呢 秦牧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可是从你秦家祖坟里拔出来 你不是养了我儿子的骨灰吗 今天 我就要当着你的面 把你秦家列祖列祖的骨灰全都养了 你敢 你看老娘敢不敢 我告诉你秦牧 你对我求利的无辱 对赵家的无辱 对黑龙潭的无数 今日我要百倍千倍万倍的还给你 我要让你知道 要对我求利 什么下场 多当 秦家的先祖不可辱 这老东西 你给我滚 你休想 你休想 好你个老东西 既然你一心求死 我现在就成全你 少爷 老奴 冯爷爷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得做我求利的下场 不过你别急啊 这只是第一个 之后 我会把你身边所有人都杀的一干二净 让他们去阴曹地府 也能陪着你啊 金钱 我让你们所有人 全都死 你 这入网行尸百万 都怒了 怎么怎么会这样 九龙 你给我杀了他 你就是横扫十九州的黑龙坛挺击宗师 求龙 没想到我隐世这么多年 你竟然还有人认识我 还废话什么 快杀了他呀 给我死 起来 不见一出斩血万里 这可是大猜恶了 修罗剑 你是阎君 他是阎君又如何 都杀了他 都杀了他 只要我杀了阎君 就可以名阳万国 秦墨 你今日必死 嗯 求龙的屠龙刀法 你真知化境 今天就算是阎君 也必死 这怎么可能 我的屠龙刀法 无敌于是 你区区二十岁 怎么可能 如此强大 不 你 接下来该你了吧 不可能 你怎么会如此烈 这不可能 你图我秦家满门 该死 图我秦家祖坟 更该死 秦墨 你杀呀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你杀了我 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 黑龙刀也不会放过你的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杀呀 灵万不灵 杀呀 杀呀 哇 是寒天谷 求千人重启黑龙坛了 啊 啊 严君 急报 求千人重启黑龙坛 事件强者皆在赶来 老夫人 老夫人被抓走了 什么 求千人 请严君恕罪 书下 求千人你屡次触犯我的底线 今日 我要踏平你黑龙坛 传阎王令 应修罗店所有成员赶来大象 今夜 我要血洗黑龙坛 阎王令 是 严君启动阎王令 号召天下宗师共赴青州 要覆灭黑龙坛 什么 阎王令 黑龙坛 秦墨 还愣着干什么 快走啊 耽误了时间 我等都要死 紧急通知 严君起起阎王令 所有修罗店成员 即刻前往大厦 覆灭黑龙坛 上次严君起起阎王令 叙路南蛮三万里 严君起起阎王令 这天 怕是要塌了 严君起起阎王令 后百万宗师共赴青州 随我一同出征 上 探主 当当传来消息 小姐和囚龙 已死 秦墨 该死 秦墨 你终于来了 忘了我母亲 我留你全尸 狂妄 如今我已重启黑龙坛 今日便是你的慈祭 我黑龙坛万族强者赢在来的路上 秦墨 请你最好施上点 赶紧跪下出辞 否则 我要把他 灵齿日 你敢 让武力严君和修罗店为敌 你们都敢死 修罗店 我今天灭的就是你修罗店 至于他 不过一根落魄屠狗罢了 区区替身 也被阎君之名 至于你身为龙帝 就甘愿与替身为武 今日我杀定了 是吗 那你今日就给我好好看看我怎么灭了黑龙坛的 龙帝 凤火 雷修罗谷 召唤修罗汉将 今日我突进这些野狗 叶军 百万宗师已经赶来 不能再召唤修罗汉将了 修罗汉将一处 立将血流成河 皆是万国四季而动 指下 立乱了 有雷 今日我要血洗青州 燕军有令 燃凤火 召唤修罗汉将 秦莫 你不会脑子被烧坏了吧 台 那可是大厦镇守设计的智宝 即使是我黑龙坛出时 也没资格点燃凤火台 你不会是做替身做得太久 真把自己当燕军本尊了吧 蒙地 烽火何在 燕军 烽火一人 八十八座 点 继续给我点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他们的王怒了 继续点 王怒天下 颤抖为止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武声 你竟然真的雷动了修罗战鼓 修罗战鼓 不可能 他明明只是燕军替身 如何能耗力修罗战鼓 修罗战鼓一架 修罗净出 冲灭天下神魔 你 不是替身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替身 二圣鼓响 天下群魔附诛 大哥 你这 混什么 我黑龙潘全是天下 就算他是真的燕军又如何 今日就算是黑面阎罗来了 他也必死 你还知道黑面阎罗 那你黑龙潭便留不得 修罗战鼓三声响了 上一次修罗战鼓三响血流万里 黑鱼潘论之地村草不生啊 秦布 想要修罗战池远 做梦 他现在就杀了你 给我上 今日先断他死至 天军 青鸾肯请大罪立功 好 记住不要活口 是 青鸾性不容命 你只要死 今日要死 是你们 黑龙潭十二声何才 我黑龙潭十二声一道 燕军大人 想好怎么死了吗 区区楼里也敢在我面前休息 继续给我雷动修罗战鼓 今晚 少射 是 修罗战鼓四响 超前正路 完了 完了 不可能 武侠修罗战鼓也有百年为限 记住 只有修罗战的至高知主 黑面阎罗才有资格启动 你 你等会如此前线 你 因为就是黑灭阎罗 你 黑 黑灭阎罗 不可能 我只为十全百年 你怎么会是黑灭阎罗 阎罗之威随天灭地 即日 你必死 与他们废话做事 杀 死 这世界谁敢杀我 谁又能杀我 我早已召集万族高手 如今十万人已将此地包围 就算你雷动修罗战鼓如何 就算你召集修罗汉奖又如何 在你的人来之前 早已经被我剁成了肉泥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 金木 你想好怎么死了吗 区区十万罗 你就想杀我 大言不惭的东西 这十万人可都是万族高手 就算你是阎君 就算你是黑灭阎罗 你人能抵得过十万人吗 那你倒可试试 哈哈哈哈 当年你爹跟你一样最硬 那结果呢 还不是被我杀了 金木 金木 你能成为阎君 成为黑灭阎罗 着实让我意外 那又如何 还不是照样图你亲家满门 那就算逃亡了二十年 照样落在我手里 而你这二十年的悲惨人生 我 就是幕后黑手 那我怎么办 我的头就是在这里 只可惜 你这个废物 这辈子都拿不到了 因为废物永远都是废物 你也配 战神殿 十万人 以极箭心中 请阎君调遣 是 去去战神殿 可以与我黑龙坛为敌 那加我一个呢 阎君 龙王殿所属 百万宗师皆已到位 黑龙坛 黑龙坛的那些土鸡娃狗 也已途径 不 这不可能 这废物 怎么可能杀尽万族高手 阎君 北域沙神殿之主 北域沙神 奉阎王殿前来踏平黑龙坛 他真的是阎君 我错了 我一直都错了 求亲人 现在我能摘你头颅府 我问你 我能摘你头颅府 哈哈哈哈 就算你杀了他们又如何 我黑龙坛十二圣 早已不如天人之境 你们这些土鸡娃狗 找杀不 吁吁蝼蚁 也敢叫嚣颜君 青蓝退下 今日我要亲自杀了 我黑龙坛十二圣 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 没错 虎哥 今日我等便联手杀了这颜君 届时我们将冥满万国 无了他这天下第一的名讳 我是一剑可奔身 开亲 你们敢接吗 不知好歹的东西 今日我便告诉你 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我十二圣 纵逢天下这么容易 岂会怕你这个初初茅庐的无知小儿 今日我等便图了你这天下第一人 万剑 天来 原来我真的是个傻子 天君竟然使出了这招 还是要将黑龙坛依为平地啊 万剑天来 此剑之威可开天门 跑的 封刑拔天 逆行 从今日 你可知罪 白寇 杀了我们 你先死 走路 这一戒 替我母亲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 这一戒 请家门门所有冤魂 这一戒 替天下被你们黑龙潭欺压的所有老百姓 替他们讨回公道 杀老王 杀老王 你们 金兰 让他再死十万次 十万次 拿你试问 是 金兰 我要血血清州 灭黑龙潭 给我这人道下 杭朗千坤 是